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进阶明暗调整的命令 色阶和曲线 首先让我们看看色阶 请大家还是打开 我们的明暗对比 视力图片的小猫 这张图片大家在上一讲 已经比较熟悉了 它是一张明显偏暗 然后呢同时拥有 强烈的对比关系的图片 那么呢我们来试试看 图像菜单调整色阶 色阶的调整窗口 呈现出这么样的一个细节 可以分为输入色阶这一块 以及输出色阶这一块 右边呢有选项以及三根吸管 那么输入色阶呢 很贴心的直接把直方图 也呈现在界面上 可以让你直观的看到 图像中需要调整的部分 那么对于什么是输入色阶 什么是输出色阶 市面上不同的教材 包括PS自己的官方帮助 有不同的称呼 刘老师准备了一个方法 能让你们快速的识别和记忆 简而言之 输入管的是你想要什么 而输出呢 管的是你不想要什么 或者换而言之 当你想增加 无论是亮光还是暗部 你考虑的是输入 而当你想丢弃 想丢掉亮或者暗 那么你要考虑的是输出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 对于这张照片 假设你想说 窗口的高光溢出部分太亮了 我们不要 那我们刚刚讲到 你不想要什么 你要考虑的是输出 那么输出呢 也是同样从0到255分布 那么我们可以向左移动白色滑杆 比方说移到220 好 那么直方图上 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你看 右边从你定义的221 到255之间的区域 就被丢弃了 整张直方图 整体往左边移动 也就是说 你不想要221以上的色解 那么同时 你可能又想说 对于这张图 我觉得暗部的地方太多了 我呢 想给它提亮 那么那也就是 你想要更多的亮光 那很容易 在输入部分 依然还是右边的白色滑杆 你说 我想要 比如说 230 也就是说 我希望230以上的色解 都能变成亮光 都能变成白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张直方图 呈现出这么一个景观 而现在整张图片呢 开始添加了 刚刚你所想要的亮 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心 把信息条板也打开 小心地把鼠标移动到 比如说 窗口 或者 荧光面的 这个猫的这个角 去看一下 现在的亮度 那你会看到 这个亮度呢 现在就是220 哪来的呢 就是刚刚你的输出色解 所对应的 也就是说 在整个逻辑上面 输出要优先于输入 虽然我现在在这里 告诉PS说 我想要更多的亮光 但是由于你的输出 已经告诉了PS 我想丢掉220以上的亮光 所以现在整张图的 最亮处 不会超过220 那么黑色的滑感按流 也是同样的效果 我想要更暗 或者我不想要那么暗 当然要注意 由于输出色解 纯粹是丢弃 不想要的元素 因此的话呢 它呈现的效果 会让整张图片变得灰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 输入色解的灰色滑感 还记得吗 在我们调整了参数 做试验之后 如果想快速的回味 那么我们仅需要 按住键盘A 对吧 那么取消呢 就变成了复位 点一下 那么刚刚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调整呢 又都复位到原图了 那么刚刚提到的 中间的灰色滑感 它修改了 正是对比度 所以色解命令 或者说色解的 这个调整窗口 也是同时具备了 亮度和对比度的调整 并且呢 它更精确 好的 右边的三个吸管 它们名字叫做 黑场吸管 灰场吸管 和白场吸管 如果你在图片之中 已经明确知道了 什么地方是黑色 或者什么地方是灰色 或者什么地方是白色 你可以用吸管 去点击相应的地方 来对整张图片 进行自动调节 但请注意 我们这里说的黑 灰和白 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 纯黑 128灰 以及纯白色 所以呢 如果你的图片上 没有纯黑色 没有128灰 或者没有纯白色 那么你用 这个吸管去点击 可能会产生意外的效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 首先我们想寻找 我们图片中 最亮的地方 把它当成纯白色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通过 剪切的方式来查看 方法就是 按下键盘的A 也就是Windows的ALT 以及Mic的Option 然后拖动 白场滑块 或者黑场滑块 请看 当你按下了之后 在整个拖动过程之中 你就能清晰地看到 图片中 最亮的部分 或者 最暗的部分 那么显然 现在最亮的部分 集中在整个窗口 因此 我们可以 使用白场吸管 点击窗口 由于窗口 已经是255 255 255白 所以呢 白场吸管 用在这里 没有任何效果 是因为 它本身 已经是整张图的 最白处 那么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去点击 不是这么白的白 比如 窗口 窗台下方 植物的高光 或者甚至 再选择 更暗一点的 比如这里 或者比如这里 那么大家看 整张图就发生了 非常剧烈的变化 刚刚你所点击的 那个地方 会被重新确认为 是白色 就是255 255 255白 那么整张图片 会依据这个 你所新定义的白色 发生变化 同时呢 直方图呢 也会发生明显的更改 以上就是跟色阶 相关的一些说明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看 曲线 曲线位于图像调整 曲线 很多PS的学习者 一直搞不清楚 色阶和曲线 它们的根本差别 以及什么时候 该用色阶 什么时候 该用曲线 我们在这里呢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曲线 可以看成 是二维版本的色阶 也就是在 曲线命令之中 你可以精确的调节 任何的输入 对应着怎么样的输出 也就是你可以精确的调节 在整一个直方图的 0到255的色阶范围内 每一个点的圆图 对应着什么样的修改 那么为了方便的做到这一点 请大家一定要打开网格 以及把显示的四个选项 全部勾选上 当你使用的网格 是四分之一色调增量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非常直观的来定义 左边的一个网格 我们指的就是阴影部分 中间的两个网格呢 指的就是中间调 而右边的一个网格 指的就是高光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用曲线来进行亮度 或者对比度的调整 首先我们采取所谓的两点定义法 也就是在第一个格子 也就是百分之大概百分之二十五的地方 点下一个点 这里定义了阴影 然后我们在第四个格子 也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地方 点下一个点 这里定义了高光 那么中间当然就是中间调了 现在请看 如果我把曲线这样拿 和这样改变 形成一个所谓的反S型 那么图片有着什么变化呢 对我们减弱了它的对比度 同时呢提亮了阴影部分 又压暗了高光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让这张图片变得更为平均 那么如果你把曲线 拖掉成正S型 也就是亮更亮 暗更暗 那么呢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而如果我们把两个点 同时都放在45度直线的一侧 如果是左侧 那么那就是整体提亮 那么如果是右侧呢 当然那就是整体压暗了 所以作为一个二维板的设计 曲线命令可以让你调节任意的输入 所对应的输出 那么下面 为了让大家体会到这一点 我给大家演示几种极端情况 首先还是按住A 使得取消按钮变成副位 复位回正常状态 请看 如果我这样来拖在曲线 使得它变成了一根几乎直线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色调分离的结果 也就是呢 整体变得极端的高对比 甚至对比到了整张图片 只剩下 一二三四五种颜色 那么 如果我把整个曲线 更改成 大家看到的直线 水平线 那么那整张图呢 现在就变成了纯灰色 灰度取决于 这条线所在的输出色界 那么直方图上呢 我们整张图片 现在也变成了一条线 而这条线呢 正是在 曲线 水平线范围 第三 请让我把 开头 也就是 左边和结尾 右边 整个颠倒过来 变成了如图 这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做到的效果 就是反向 也就是说 曲线 是一个几乎万能的工具 你可以使用这根曲线 通过拖动和调整 绘制出几乎任何的图片调整效果 更别提 我们刚刚一直在操作的是 曲线的编辑修改状态 而有兴趣的同学 甚至可以试试看 以绘制的方式 来修改曲线 比如说 任意的在界面上面 绘制一个形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图片 也会根据 你所定义的这个 你所绘制的这根线 来进行变化 当然取决于 你最终想得到的效果 那么的话呢 你必须得明白 你绘制的这根线 有着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那么在刚刚进行了 大方面的调整之后 请大家再次点击复位 把这张图 恢复到正常状态 我们最后来补充 一个知识点 无论是色阶 还是曲线 都可以选择 针对什么样的通道 进行调整 由于我们的图片 是RGB色彩空间 所以呢 通道呢 也是对应着RGB 那么我们刚刚 针对的是全图 我们也可以单独地 针对 红 绿 或者蓝通道 进行修改 在这里 我给大家做一个 最简单的示范 请大家选择红色通道 然后将 这张图片 红色通道 整体往下拉 你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成 简红 那么简红呢 就会加青 因为青是红的补色嘛 所以整张图片呢 就显示出一种 青黄色的 这么样的一个色调 也就是 早几年非常流行的 一个调调 那么大家看到 曲线不仅仅 可以用来调整明暗 还可以用来调整色彩 当然 这是我们后面的课 将要想出的内容了 那么 这节课 主要跟大家介绍的 色阶和曲线 希望大家 能够对它复杂的 这个细节 有所了解 无论是色阶 还是曲线 都带有一个 叫做自动的选项 那么这个选项 背后的算法呢 是相当复杂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以版书的方式 给出它一些 内部的细节 同学们呢 可以对照着 这个版书 来大概的体验一下 比方说 现在是曲线 我们点击选项 那么大家就看到呢 有四种不同的算法 增强单色对比度 增强每通道的对比度 查找深色与浅色 增强亮度和对比度 每一种算法 都对应于 一种调整 虽然说 当你把鼠标 移动到这个选项上面 会有大概 这么的一行提示 来跟你介绍 一些内部的机制 但很多同学 可能还是觉得 不太读得懂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参考 PS的官方帮助 来取得更为细致的了解 实际上 刚刚选项的前三项 正好就是对应着 我们图像菜单的 自动色调 自动对比度 和自动颜色 比如说我们试试看 自动对比度 得到的是这么一个效果 其他的细节呢 有赖于同学们 自己在课后 进行练习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